我覺得耳機的發展和進程 說到今時今日,我覺得有一間公司一定要說 沒錯,這間公司就是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機是音樂人 我是古老明 我是小許 剛才說到耳機的歷史發展 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品牌是甚麼? Westone 對於我來說也是 當時除了Westone以外 還有另一個U字頭的品牌 這兩個品牌是影響我最深厚的 你們兩個品牌都很好玩 對,我當時是 神經病,總之他們推出甚麼我就會買 但當時他們的旗艦都是2000多元 對,當時幾一名還拿著3X 很棒 對,U-M 3X,Westone 3我也有 當時是這樣的 U-M是螢幕的透明式 我會想起這個品牌,我會想起這個品牌 我會想起這個品牌,我會想起這個品牌 當時玩耳機,跟朋友互讀 第一次用耳機聽到這首歌 原來這首歌是有這些細節的 很興奮的感覺 當時只有三個牌子 是最有限的,我們都是三個牌子互讀 發展到今時今日,最新的Westone就是一個Marker系列 這個Marker系列其實就是整個品牌更新了 它由10到80,10到20就是入門 但40、60、80都會是螢幕聲的 單數就是Base強一點,是給聽一點的 我們上次也介紹了40和70 但我們亦都心掛掛 覺得很想試試這個最強的80 我還未試這個 終於代理很好,就知道 你們好像當時問過很久了 我們終於有80,翻了 不如讓我們試試吧 今次終於只有80了 今次Marker 80用了8單元 有兩隻低頻單元 兩隻的中頻單元和四隻的高頻單元 去做一個單元配置 而外殼方面,今次Marker 80的外型都流線了很多 我覺得整體戴感比以前的系列是貼意了很多 其實它本身的耳機已經很貼意了 當時我提到最大的耳機 不知道是否他們的公司開發是做一些坐聽器 或是對講機,即是軍用那些 而且它做耳機也有很多年的歷史和經驗 你好像有些歷史 在整個耳機的歷史來說,它算是一間最長久的公司 它在80年代也有研發In-ER的Stage Monitor 然後到了1989年也推出了第一款Custom 當時已經用動節單元 去到90年代也幫很多大企業做耳機 好像Rush、Metallica也有份幫他們做 最威水是1995年跟Jerry Harvey合作 然後在UE的耳機那時也是在Westton生產的 在1996年的時候,Westton也跟UE合作了一款兩單元的動鐵耳機 知道他們兩個關係決裂了 那間公司就有自己的職位 然後其後也幫Sewa開發了他們的旗艦最出名的E5 然後到後期,他們的Westton也推出了 所以他們開始有很多耳機聽 他們也舉作輕重在這個耳機的發展 我還記得拍片之前 他們推出了一款AM Pro A是Stand for Ambient 以前都可以聽台螢幕的 不可以有In-Ear Mix 如果我要聽Program的Click 我便會變成要脫一邊 這樣才可以聽到自己的鼓聲 否則就會越打越大力 因為是隔音 那隻機是很好的 它就特意好像漏音般半Open 所以你會聽到外界的聲音 之餘,你裏面的聲音也會聽到 所以我到現在都覺得那隻機是很棒的 都已經一段時間出現了 但當時未有這種感覺的機 我覺得Westton是很棒的 後期現在很多新起的耳機 可以做到很多系統的排氣 Westton在很早之前想到這樣的技術 它也有些先見之明 T-MA80是它們的旗艦 這條線也跟以前有些不同 這次的插頭亦原來是IPX的插頭 它是音樂人方面開始流行的插頭 因為它沒有那麼容易爛 最重要是防水 因為耳機很嚴重 有很多時候以前都試過 甚至有些漂亮的線很貴 那時候找阿小去弄 整條線都生瘦了 因為就是它的針頭開始慢慢 插頭和背景氧化 對,氧化在那條線上 哇,真是慘了 又是小早期的MMCX插頭 令很多人有頭痕的感覺 在某些位置經常都疾聲 好像要吞海 IPX就減少了這個問題 再加上它這條線 也是一個X床品牌出的線材 它在抗拉扯能力方面也很強 它這條線材也有一個名字叫Ultra Best 我以為它叫0.001 對,超強的感覺 超瘋的這條線 好像沒有帶 對,所以Restone有一個在舞台上 很尊重樂手的品牌公司 說了那麼久 不如我們就聽聽聽聲音如何 對 聽完這個Mk80的感覺如何 其實我覺得Restone有一個Signature的聲音 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是否都是這樣的 能否留意到那個質感 對,因為我自己覺得它是 由最初U-M1到現在這個 它都有一種溫溫的感覺 它不是溫暖 但它有一種很綿的感覺 對,很像 這隻Restone 80很明顯是一隻螢幕 它不會有尖刺的感覺 對,它是一個極致很舒服 很analog的聲音機 到了這個Mk80 分析力超好 很清楚 不會覺得哪一個頻段是搖出來的 但因為它整個整個 是很適合的感覺 它是很溫暖的聲音 我都覺得是挺正的 因為如果是喜歡開Restone的朋友 有時候會覺得它出了新機 會不會為做而做 加了一些單元進去 改變了它的初衷 它沒有改變初衷 都是這樣 即使它換上桌子 也有一個5 說回剛才聽到甚麼歌 近來太多朋友出新歌 其中一個朋友 又是朋友樂隊 Stain the Rickards 是一群很年輕的 俊男人去玩Metalcore的音樂 出了新歌叫Sudderney 很厲害的結他 是很低調的 但你會聽到它的Riff 很有心機 其實它還有拍了一個影片 在YouTube上 就是他們的Playful 這首歌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首歌除了有吵的 一些很重的結他Riff之外 其實它去完第一個Conner之後 古佬阿希會打一些東西 其實是High-hat和Rudimans 搬在High-hat和Ride的Bell 用這首歌是完全清楚的 即是執歌之類 剛才的那鼓也很棒 真的都很棒 總之這類新歌 值得支持的 如果說新一代的Metalcore的音樂 他們都很有心機 還有製作也很有心機 即是有機會看它的出所可以看看 這首歌是時Heavy時Moody 是潛尿的 對 後面也有很多程式 譬如SIM的底部 都聽得很清楚 再加上它這部機 有我剛才所說的 WESTONE的一個 固有的一個 好像是溫溫的感覺 Analog的感覺 聽起來你不會覺得很辛苦 再加上它的分析力很高 所以其實也挺棒的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有一個挺有趣的發言 就是這隻手機首先要煮一煮 因為我一開啟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是我們拿起手機的時候 好像是新的 聽起來和我溫溫了一晚 聲音已經不同了 再加上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耳機的貼 一定要大家試一下 因為我以前用到WESTONE 我不會用耳棉 不喜歡用膠 我都喜歡用膠 但這次我也是第一時間 把耳膠放進去 我發現為什麼聲音 好像跟我想像中有些不同 我便不妙了 為什麼會這樣聲音呢 然後再試一下用棉 但原來是出奇地又出來了 你寫一些細節 它不會變模糊 反而感覺更加清潔 阿明跟我說完 我馬上試了 我發現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挺神奇 它WESTONE的貼是很特別的 和你以往見過所有耳機的貼 都是不同的 而它這個棉也是很特別的 是它公司獨有的一種耳棉 我試過用Compile 按下去不夠這個聲音 這個是很好的聲音 而且這隻耳機是你用很久都不會走 這隻耳機很神奇 當然有時候這些耳機用久了 絕對可以配合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這也是玩耳機樂趣 你可以玩不同的 小許呢 你又聽到什麼歌 我一收到這隻耳機 拿回來 我一插進一部Player 就看到MT-Tone的File 我便便順手按進去聽 一按進去聽就不得了 那種以前的情懷感馬上出來了 MT-Tone是一隊 以前也很... 我覺得是香港之光 它是一隊很好的 alternative rock的樂隊 當年的樂隊比賽 基本上還數了獎項 很誇張的是 Yamaha Eishun Beat 這隊Bang就拿了香港區冠軍 然後去到亞洲區拿了亞軍 而最厲害 最不抵得的就是 他苦手肥仔別 不是 是古王的Jimmy Fung 他又是Jimmy 他又是香港區最佳鼓手 亞洲區最佳鼓手也會拿 是的 我以前也很喜歡看Jimmy打鼓 我現在也有新動向 譬如他Per Se 另外一隊 例如Series Ansar 也是Jimmy MT-Tone加Per Se 就是Series Ansar 而我介紹的一首歌 就叫Evvithing 我用這隻耳機 去聽Evvithing這首歌 我覺得很好聽 因為他在Ten Band Sound 和夏明蘇丹 真的很適合Ten Band 尤其是我覺得他在結他表現方面 是做得很好 他不會做到很去 但也不會做到很細 他做到正好 在清聲和拆聲的表現 清的會他清 拆的會拆 也會很實在的感覺 而我覺得他聽鼓聲方面 他聽鼓聲就是Jimmy的沙鼓 他現在很瘦 沙鼓很有穿透力 他打下去的感覺 再加上Base Jump 實正 而且他的Base表現 反而我挺喜歡 他的Base表現 又清得來又下潛 他在Base手彈的音 又是顯示表現得很好 我用這東西聽到那首歌 他給了一種情懷感 我記得當年認識我Jimmy 其實他的公司在我旁邊 我一段時間都經常跟他聊天 他當時在用UM3X 我又用UM2 我當時聽他這首歌 我也是用UM2和UM3X去聽 其實他有回以前的感覺 當然他的提升感是再大了很多 分析力、音場各樣都大了很多 所以他聽這首歌 我覺得真的很棒 他也是一個充滿滿滿的懷舊 回憶 又不是舊的,而是懷舊 因為那種analog 好像人們喜歡玩黑膠 就是聽那種味道 我覺得他也是有這種感覺 看到桌上還有這幾個 好像糖 是甚麼來的 這個就是他RESTONE CUSTOM的DEMO樣板 我覺得他做CUSTOM方面 其實是頗有他自己的獨門 一個工藝 首先我覺得他的CUSTOM 我自己認識 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他的公司做的 他很有自己的一個風格 再加上他最特別就是 CUSTOM的出音前款位置 用一種半硬膠的 膠去做他的出音發聲位置 很有趣的 他又不是軟 但又是硬硬的 你又屈不住 而他的CUSTOM工藝也很棒 其實他這個管道 我看很多朋友他有用 也不會說有不適合的感覺 是的 還有這件事是當時聽他們說過 你帶熱後就會變得更加 這樣就會更加貼你的意道 這裏是ES60 其實很多藝術都會用 它就會有一個80的系列 CUSTOM版 都會是可以做的 我覺得這個我也很推薦給音樂人 因為我試過帶來打鼓 其實都可以的 但他偏向中頻 中高頻的 他有提升了一點 他不算很flat 因為我聽結他是特別出的 我坐在套鼓裡打 是差聲和某些鼓件 例如Stair的聲音會出 但Bass drum好像沒有那麼… 小一點 對,沒有那麼大份 可能你會覺得不夠 但聽歌也挺棒的 對,也挺好聽的 終於比試了80 和上次的70 也有所不同 其實我喜歡透明 大家知道透明號 如果MARK系列 遲些會改變成透明號 或是彩色的樣子 我相信大家會更加喜歡 因為始終它八隻都是差不多一樣的顏色 我覺得… 很難分別 對,有時候很難分別 我覺得如果它有多點顏色 更加正 多顏色,阿明是CUSTOM 即是要自己漂亮的可以做CUSTOM 亦都貼耳一點 這樣就更加保證到你的聲音 有一個更正的表現 但如果你說選擇UniVerso 都會有些正東西 對,這個一為正,阿明 八千元也不用就八單元 對,其實LU真的可以不妨入手 因為我也有一些朋友 他用之前用W80 可能大家看看W80和這個分別如何 印象中,感覺的分別 就像WESTONE 3和UM3X的分別 UM3X會較為螢幕 再較為清晰 但W80較為濃厚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而選擇 喜歡的,記得可以試 我們今天跟大家說的差不多 大家記得有用WESTONE的朋友 可以留言和我們一起聊天 我們都很喜歡和大家聊天 可以分享一下你們擁有的WESTONE耳機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